台南市政府高協局上午是發表了全台灣收藏航空天高烈無景系統 並將無景系統進行結合到航空空域的確定 跟著學生當時航空環境及前途主行員的工作 共同措置健康的救護環境為好修正的健康 全台收藏航空天高烈無景系統 上午由台南市市長委員會來發表 運用藥卵統鑑識所及以及氣象主順典 除了醫療AI運算五個 後一個禮拜向航空天高烈的危險的程度 透過航空照片中將無景主順傳達全校的資訊 也將在客廳當中每次無景的學校 我們有12個國中一起連線加入這個計畫 也就是說當在校園裡面 我們附近的這個幼染桶 它的指數標高的時候馬上就能夠得到預警 在校園周邊的環境 預測下一個禮拜 是不是登革熱的這個曝顯的程度如何 我想說這個部分由於在學校裡面是公共區域 而且說面積蠻廣的 很多公共區域或是雜草有草的地方或是有戶外或室內 陰暗處有躲著蚊子的地方都有可能造成這個燈革熱的這個曝顯 甚至感染所以我們特別以校園為這個標的 今年的主題是透過幼染桶的監測 然後了解這個禮拜的危險程度 跟下個禮拜的危險程度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提早做出預防 請孩子做好防蚊的準備 小心被蚊蟲叮咬 然後也可以清除資深員 因為畢竟就是資深員多 蚊子產卵的數量才會變多 那就可以讓孩子從根本問題的解決 來做好防蚊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行為 這是我們想要透過登革熱身跟計劃達到的目標 我們也在這一兩年之內 我們陸續的達到了 這是讓人家很振奮的事情 台南市政府改有叫表時 所來的將資託 系統 運勇到小區以及其他學校 這會來訪議天高烈烈發生 記者陳澤生 北區蔡鳳博德